讓你賺到滿一百塊 我也要 我也要 等一下 等一下的事 黑色雙衣男子 旁邊還跟著一位年輕貌美主持人 活潑搞笑方式 直播賣泡麵 零食 受到三千多人關注 但也同時被詐騙集團盯上 他盜用我帳號的連照片 然後名字都是一模一樣 只有掃一痕 正常直播主播完 都會傳帳號給購買人 付款成功後就完成交易 但詐騙新手法 嫌犯會申請和直播主 相同名字帳號 大頭照 直播趁賣家整理名單時 就先傳假帳號給購買人 讓買家誤信 詐騙成功 我昨天有得標嘛 得標之後然後叫我 就是轉帳過去給他 這位花蓮如姓一品店老闆 平時利用臉書直播 買一品 生鮮 雜貨 也常找來美女助陣 每次直播都有高人氣 商品都會快速成交 才會容易被詐騙集團盯上 像今天是之前都聽到同行的 被就是人家用自己的身分去騙錢 然後覺得說應該是不太可能 可是今天自己遇到 網路直播賣東西 可以直播到商品實況 現在正夯 但詐騙集團的新手法 也不斷推陳初心 記者五彩選李玉涵 華聯報導 按李玉涵 報道 下一個點點